這邊的同學終於搶到了第一名 Kentensia Studio這個跟OBS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 OBS本身他只有錄影的功能 沒有什麼 沒有剪接的功能 那第二個呢 這個要錢 這個不用錢 這很重要嘛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用兩個軟體來跟他 跟他做一樣的事情 那再來就是說Kentensia他其實本來就比較專注在所謂的那個叫做 數位教材的影片製作 但是呢 你從學習的角度上來講我們講的學習曲線 各位你發現我們用OBS跟Adipventum 跟你另外在學Kentensia哪一個比較簡單 一定是錢責嘛對不對 這個你要花比較多時間他比較像是 我們一般講的剪接軟體 可是不可否認的 他有他存在的 需求就是如果你需要的是比較 多變化的 你需要比較多的那個 就是 效果 你用他 就可以 不太需要用太多剪接軟體 再去做 可是相對的 相對的 他 做完了之後 他並沒有辦法馬上變成影片 你看我們用OBS有沒有錄完馬上變成影片就可以看了 但是Kentensia是不行 你要在他軟體面去播 然後呢最後還要做一個輸出的動作 因為那個軟體我也用過 當然現在他 我是不知道他有可以做直播啦 他如果可以做直播 也表示他有跟上潮流 我們現在有很多課程其實也有可能是用直播方式去做處理 那就跟OBS裡面直播就比較類似 那你在用直播的時候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直播是不能暫停的 也就是你用了 剛剛那個像我做按開始串流 出去了就出去了 你頂多可以按停止 但是你按了停止之後很抱歉喔 你一停了 就不能再用了 假設我是用那個 就是用就是 YouTube的話我只要一停了 我就沒辦法繼續 同一個繼續用 就同一個金鑰 就是 假設你有設定時間 然後為什麼只要停了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 問題啦 因為像我 前兩週 我在 用那個 我們學校的課程 我就直播嘛 那手殘有沒有 我想說測試一下先停 結果就 那一個短紙就不能再用了 就是給同學看的那個短紙 他就必須要用另外一個直播的設定這樣子 所以 老實說我沒有說特別喜歡用直播 因為直播會有比較多狀況 如果你用錄下來的 我可以比較容易去處理一些可能出錯的地方 這樣了解 看個人啦 那有時候 你做做直播感覺也不錯也蠻好玩的 這樣有沒有對 Contentia Studio 跟OBS稍微比較了解了 看你的選擇 如果 有預算的 其實當然你可以買 比較多功能的軟體 可能他可以做的事情比較多 那相對的因為功能多了 可能你要學習的曲線會比較 長一點 可是你可以做出更多變化的影片 我們現在要學習的時候 天啊 感谢观看